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健康医管理2APL 然后这里面是不是有三个档案 这个回应 这个回应就是针对我们自己 自己想要去做分析用的 快速点两下 这边是不是就会有那个专属的相关的资料 专属相关资料 我再把刚刚的程序跟各位分享一下 一刚开始我们是不是先做了一个健康医管理 这一个试算表 然后只是设档案名称 然后这试算表我们要绑一个表单 所以我们透过工具底下的建立表单 然后就产生了这个表单 表单它是不是会有一个回应 快速点两下 表单会有一个回复 这个回复是什么 我是不是要绑定一个就是选取回应目的地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 有一个叫做回应的健康医管理 所以就变成有三个档案 那重点是我们这个档案呢 它就是所有大家填写完的资料 大家填写完了有什么时间 然后身高 体重 然后几岁 然后接下来收缩压多少 收缩压 疏伤压 心跳等等这些资料 是不是全部都在这个地方 还有我觉得更重要一件事就是说 大家觉得自己相对是健康还是不健康 因为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个话题来代入 因为如果大家相对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觉得自己是健康的话 那当然我们更应该就是 我们可能会比较可以去谈一些健康的问题 如果大家觉得自己都不健康 那更需要去谈一些健康 例如说养生的方法 好 那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四传表 我们也不是要花时间在讲这个地方 我们重点是 那个结果图 至少我想请大家到网页版 如果你APP进不去 我们到网页版 网页版 这个网页版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开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等一下 至少大家可以点它 点它了以后 就是点那个网页 它会直接打开网页 好 那我现在要强调讲一下 打开网页跟打开APP的差别 因为我们今天打开网页 打开网页 好 假设我今天 我透过LINE 然后传送一个网页给别人 那别人每一次 他要打开网页 打开网页 打开网页 然后来去做这个输入 可是你要知道 假设我现在 我传给董股长 这样子一个网页 可是呢 我们还会再聊别的讯息 所以这样子的那个网页 是不是会一直变来变去 越变越上面 甚至三个月之后 那个网页就不见了 可是如果我今天 我把它做成APP 它就固定的放在 放在我的桌面上 好 例如说在 例如说 在我的桌面上 我有一个叫做AppShoot AppShoot这边 就是我 假设我今天我要输入资料 我只需要点这个AppShoot 就是点这个AppShoot 好 然后点了一下AppShoot之后 再来我就要点这个App 这都是我自己做的App 就是这个是固定在那地方 例如说我要输入健康医管理 我是不是点进去 又可以开始输入了 就很好找固定的是在那个位置 所以要记得是做App 不是要做那个网站 做那个网页 例如说我用LINE给别人 那个网页会跑来跑去 例如说 我可能 假设我跟董读长聊一聊 然后实则讯息 那个网址就跑不见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希望你们了解 要做成那个App 要固定做成一个App 让大家有固定输入的一个界面 这真的很重要 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麻烦再输入一下 因为我还 那个后端 我还是希望你们稍微了解 那个改真的都很容易 我比较请向建议 我猜 因为在座 很奇怪 那一桌都可以 不知道是不是那边风水比较好 可是其他桌都不行 我不知道 那个我猜 我猜哦 我猜 会不会是设定里面的一些东西 设定 设定 就是手机里面不是有设定吗 是不是什么地方没有打开 我可能要 因为我 我刚好我用的手机都是正常 没有遇到任何一个关卡 我只是提出我的一个想法 那我回去会再去研究看会是什么 哪一个地方可能没有打开 好 那 现在各位可以帮忙去填一下资料吗 例如说 现在我这是网页版 好 例如说身高181 然后体重82 然后年龄选一下收缩压 假设130 然后数字张压80 然后接下来心跳 假设我们射一下 射到 例如说89 假设四分 然后储存 网页版大家都可以输入 因为你的手机不是有Suffer 或者是有那个 是因为这个吗 我不晓得 好 那现在重点是 重点是 像这边不是 下面有四个 一个是分享 就是分享 让别人可以使用这个APP 还有就是这边 这边不是有一个over over就是 所有的资料 是不是都在这里了 可是我要请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就好像说我们今天 我们做一个投票好了 就是采买 采买那个凤梨书 假设我这边有五种凤梨书 大家你就想要知道说 哪一个凤梨书 那个百分比是多少 类似那种图是大家想要看的 至于说那个谁选了什么 谁选了什么 其实不应该公布出来的 好 我只是提供给门倉考 所以我会希望 这个地方呈现应该是图 而不是资料 所以怎么修改 所以我还是要把那一段讲 因为都不是很困难 我还是要把那一段时间